大家好,我是一华 虎皮青椒很多人都喜欢吃 可就是做不出放店里的味道 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这样做出来的虎皮青椒 开胃又下饭,香味十足 自己在家做,比放店里的还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出锅后保证你能多吃一碗米饭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 具体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将超市里买回来的螺丝椒 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再往盆中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做虎皮辣椒,首选这种螺丝椒 因为螺丝椒一般皮薄肉嫩 辣味适中 就算是不吃辣的朋友也能够接受 而且口感非常好 先把辣椒放在盐水里浸泡五分钟 料头特别的简单 准备几瓣大蒜 先用刀将它拍扁 拍碎的大蒜吃起来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拍扁了之后 再将辣椒改刀剁成小一点的块 剁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黑豆豉是做虎皮青椒的灵魂 可以多加一点 当辣椒用盐水浸泡了之后 再彻底的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再控水捞出 把它放进漏栏中 接着再次放入大碗中 倒入清水 再瓢洗一遍就可以了 洗干净的辣椒 把它放在菜板上 然后用刀切去辣椒地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勺子 像我这样 把辣椒里面的籽取出来 这样可以减低辣椒的一部分辣度 其实辣椒籽是可以吃的 不喜欢的可以丢掉不要 全部处理好之后 我们再用刀轻轻地给它拍几下 把辣椒拍碎 这样既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 还可以使辣椒更加的入味 拍好之后 再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 没有看清楚的朋友 再给大家引试一遍 先将辣椒这样用刀拍碎 然后再改刀切成两到三小段 这样拍碎的辣椒吃起来更加的入味 全部拍好之后 把辣椒装在漏栏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辣椒倒下来 用厂子不停地按压 使辣椒受热均匀 切记火不要开得太大 要不然容易把辣椒烧焦 可以像我这个样子 并按压并翻炒 不要炒太久 辣椒就会起虎皮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两分钟左右就可以 就这样一边按压 一边翻炒 把辣椒的表面炒至虎皮状 最后把辣椒炒至这样的虎皮状 就可以了 接着把它盛出来 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蒜末放进来 用厂子不停翻炒 炒出蒜香味 炒香后再倒入豆豉 继续翻炒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老干妈 继续炒香 如果老干妈里面有豆豉的 可以不放豆豉 炒香以后 再把炒好的辣椒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顶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接着加一勺食盐 再放入少许的鸡精 再盐锅边淋上一勺生抽 快速的翻炒均匀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糖 如果喜欢吃甜的朋友 可以加一点白糖 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辣椒炒至入味 这个时候可以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 把辣椒炒出锅器 喜欢吃软一点的 可以炒久一点 而且这样会更加的入味 这样我们一道 非常好吃下饭的辣椒 就差不多了 按照这个方法 做出来的虎皮青椒 炕上去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也特别的下饭 炒成视频中这个样子 我们的虎皮青椒 就可以出锅了 哇 真的是非常的香 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自幼就喜欢吃辣椒 而且从小到大 无辣不欢 像这样的虎皮青椒 在我们眼里 这还是没辣的 所以一般不爱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接受 这样做出来的虎皮青椒 非常的开胃下饭 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炒上一旁 绝对让你食欲大开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话 今天我们来到 我们本地的一个网红 打卡基地 青草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 漂亮吗 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这是上帝上的一个亭子 在上面的 看到了吗 大家可以收藏起来的吗 你看一下 不光哪 你需要 我们家